關於我們的安培右手定則 其實有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就是 磁針放上去到底會怎麼樣 考試問這個 好 我們來 我們說載流導線上面會有磁場 那麼所以周圍放磁針 磁針就會受到磁場的作用 然後呢就會受到它影響 就會轉動啊什麼之類的 會偏轉 那到底怎麼讓它偏 就是我們的重點 到底會往哪邊偏 會往哪邊偏 就是我們的重點 來 先回顧一下 我們前面教磁針線的什麼方向 是指導方向 切線 切線 很好 就是哪一級的受力方向 哪一級指示的方向 分線 好 剛才跟你講的 那個安培右手定則 那個四頭指頭彎彎的 就表示一個 齒力線的形狀 對不對 一個同心圓 對不對 所以齒力線是個同心圓 然後 齒力線的切線方向 就是磁場方向 就是N級受力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所以 所以 我們要 我們要做切線 你畫出那個同心圓 你要在那邊做切線 那方向就是你的手指頭彎 那個就是你彎的方向 怎麼切 是往左切 往右切 往就是這樣 要讓你轉圈方向去切 然後呢 那個切線方向就是 你的磁場方向 然後就是你的N級會指示的方向 所以考試問你說N級指向何方 你就知道N級會指向何方 因為你畫了 然後有切線 然後呢 同心圓 切線方向 就是載流導線 載流導線的指掌方向 就是N級的受力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N級指示的方向 也就是說 它是垂直的 它是垂直的 以大拇指向上 之後你的彎一圈 然後在那邊做切線 都會跟你的大拇指示垂直的 所以它的磁場方向是 跟電流方向是 互相垂直的 這樣就說是互相垂直的 OK 好 這是我們的了解 知道以後 就像這個圖 我那個藍劍就是切線 所以你的大拇指來 先說說這個圖 這個圖 它的電流就是點一個點點的 這個圖中間點一個點點的 代表弓箭的尖端 表示射出來 可能電流是流出來的 另外一個圖 另外一種畫法呢是 畫個叉叉的 這表示弓箭的尾巴的羽毛 這表示射進去的 聽懂嗎 這表示射進去 所以這個圖是弄出來的 所以大拇指朝外 走一圈 就是我們的歷史中Separd 然後每一點做切線 就是它那個地方的磁場方向 所以這樣子切線 就是磁場方向 所以你的磁針就會順著你的切線方向去切 像這樣 切 所以的話 指示是這樣指示的 是這樣切的 OK嗎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然後呢 像這個 匙針 擺上去 左邊打叉叉 是電流流進去 然後呢 手一握 你的大 你的四頭頭是 瞬時鐘轉 所以看匙針 就瞬時鐘切直的擺 右邊 是一個點 表示射出來 你的手一握 尖尖朝自己 朝走出來 手那一圈是逆時鐘轉 然後呢 每個地方做切線 每個地方做切線 他的方向 就是跟你講 他的方向的方 狀況 OK 這就是 我們的 告訴你我的 指針指向哪一方 這東西很簡單很少 但是要請你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 不要不知不覺用左手 左手 大部分的同學 都是右撇子 考試的時候 右手就拿筆 然後寫題目 然後 你看到題目要問 把左手拿出來筆了 完全是錯的 完全是錯的 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請你不要 不要不知不覺用左手 這種人 很多 你考試就知道 有的人就 不知不覺用左手去比 所以第一個 要不要不知不覺用左手去比 第二個 要弄清楚方向 考試如果有東西南北的 請用東西南北回答 考試沒有東西南北的 用上下左右回答 可是我們比較不喜歡講前面跟後面 因為講前後 有時候會誤會 誰在前面 誰在後面 所以我們會講的是 入指面 或者是 出指面 進入指面 考試的指的進去還是跑出來 入指面 或者是出指面 考卷上有東西南北的 請用東西南北回答 沒有東西南北的 請用上下左右回答 我們會講入指面 或者是出指面 入指面 或者是出指面 然後搞清楚 東西南北的方向 你不要東南西北搞不清楚 搞清楚哪個方向 OK 再來 我們跟你講的叫做 電流時效應 有電流的時候會產生磁場 我們安培右手定指的大拇指裡的是電流方向 電流方向是正電流動的方向 可是我考卷可能給你負電流的方向 那要怎麼樣 反過來 要反過來 OK 所以要注意 要注意 電流是正電流動的方向 正電流動的方向 好 注意題目 是不是正電 還是給的是負電 然後記得要翻過來 或怎麼樣 OK 再來 弄清楚上方還是下方 有些人圖看不懂 應該很容易看出來是上還是下 可是有人看不懂 他看錯 好 當然電流方向不一樣 答案就會不一樣 還有放在上方 那方向下方也會不一樣 我跟你講 有的是用文字寫 齒針放在導線的下方 OK 你就知道 有人是畫給你看 那你要看得出來 這個齒針放在上面還是放在下面 因為答案會相反 答案會相反 OK 這就是我們要你能夠理解的事情 這四件事請你要注意 特別是那個不要 不知不覺用 左手 特別是要注意 我的電流是正電流動的方向 題目上可能給的是負電 你要記得把它反過來 OK 這就是我們要提示你 要注意的是 OK